Hello 星期二 娛樂版 今天是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明晚就平安夜 大家有沒有什麼活動呢? 這麼巧 今天我就在Youtube 看了一個影片 它就好像把香港有120個有佈置聖誕裝飾的地方 在一條影片裡面呈現出來 我真的看了整條影片 有不少商場都佈置得很漂亮 甚至連最熱門的 最為人所熟悉的 尖沙咀海旁那邊的商場 尖東那些 燈飾好像都多了一點 明晚都可以去看 感受這個節日氣氛 如果大家都想拿去哪個靈感 都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就是上Youtube搜尋一下這條影片 其實它的題目叫做 聖誕好去處2021 它有寫著有120個商場公園海濱的聖誕裝飾大集合 大家自己搜尋一下 應該就很容易找到我所說的那條影片 今天的娛樂新聞 終於不是圍繞著港澳王力宏 不過這段娛樂新聞的女主角 大家都應該很多人都會關注 咦 她的去向 原來就是講這個趙薇 其實久違了的45歲內地女星趙薇 自從今年的8月底開始 她的影視作品突然被人下架 傳出列入了劣職藝人而遭到封殺之後 一夜之間就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連她身邊的好朋友都聯絡不到她 雖然她期間曾經試過在社交平台報過平安 但是那個post很快就被刪除 有傳她早已走老去法國 被爛 也有人說她是隱身繼續在北京 而她老公黃有龍和這個在香港讀書的女兒小四月 都一樣行蹤成迷 提回一點背景先 早前趙薇的媽媽和上個月被人抓了的太陽城集團主席洗米華 的公司就被傳有這個股權鑽樣的關係 就指趙薇的媽媽把所有持有的螞蟻集團的份額 全部都轉到太陽城集團 所以趙薇她被消失 有傳就跟阿里巴巴的監管風波有關 不過趙薇失蹤近四個月之後 咦?竟然想不到 發現原來她潛伏在香港好像 根據那篇報道的記者所說 趙薇她在昨天22號上午10點左右 親自就開著車 就一輛掛著中港車牌的白色房車 現身在荃灣青山公路一間中資的油站 身邊就有一個穿著白色襯衣 年輕的四眼仔 神秘男子我們叫她做 由於這個車廂裡面 趙薇是沒有戴口罩 所以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樣子 不過見她面青青的 頭髮也披散 跟以前見開她出席 即是在公開場裡見到她的 哇!很sharp 整個巨星的樣子 就有一支出入的 那期間她就有跟油站的職員在嘔吵吵 好像在問責任 之後就開車走了 那即是有沒有入油 其實應該有入油 大哥 不只是問完東西就走的 這個報道就沒有詳細說 其實我也是看別人的報道 根據服務趙薇的油站職員說 初時她都不認得趙薇 不過對方一直問她關於汽油的問題 咦?這麼有趣? 來入油問人家的油的問題? 就問人家 是什麼油來的? 是怎樣提煉的? 不過就見到她抹得眼睛很大 我看著她 一時又醒不起她叫什麼名字 之後記者就追問 是不是趙薇? 職員就很肯定地說 是呀是趙薇 但之後就封嘴 不願再多說了 怎麼會這麼搞笑呢? 連人家的油怎麼提煉都問 入油而已 有多少個人會這樣問? 這麼好學嗎? 其實趙薇的封殺原因 都還說紛紜 有傳趙薇就跟內地的藝人 她自己旗下的內地藝人 張哲漢所拖累 令到當年 趙薇穿日本軍旗的服裝 那件舊事就被人翻個帳 也有被懷疑 跟鄭爽的桃碎事件有關 只是趙薇的後果就更嚴重 而第三個版本就說捲入了一宗重大 而且未公開的調查裡面 以及關這個阿里的監管風波有關 趙薇的身家就有54億港元 其實她的銀根就來自她這個涉足古壇 有傳她就多得她老公黃有龍 穿針引線下就認識到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馬雲 講到代表作 就是她在2016年 就以蛇吞象的方式令到身家暴漲 不過就累到那些股民雞毛鴨血 那個蛇吞象事件是怎樣的呢 就是當年趙薇旗下的龍眉 龍眉傳媒高調就宣布出資30億人民幣 收購萬家文化的29%股權 交易完成之後龍眉傳媒就成為了公司的控股股東 不過之後市場就爆出 其實她收購的資金來源 其實只有6千萬而已 趙薇自己的資金 借款就大約是15億人民幣 而那些未到手的萬家文化股份 就已經抵押了去融資 再融資到15億人民幣 其實她只是通過了6千萬人民幣的本 就用槓桿比例超過51倍 吸納了市值1千億人民幣的上市公司 內地監管部門就關注到這個交易有異常 萬家文化就收到中國證監會和這個調查通知書 趙薇夫婦和萬家文化的交易就終止了 當然在這個萬家文化的股票復牌之後 股價就暴跌 令到這宗收購按消息傳出之後 走去買入去這個 看好有人收購的 走去買那些投資者就損失慘重 那麼中國證監會就說 這個萬家文化和這個農媒傳媒 等等是涉嫌了這個信息的披露違法 依法就對他們兩家公司和黃有龍和趙薇等等 作出這個行政處罰和市場金入 雖然當時人曾經有作過辯解 但最終都採取五年證券市場禁入的措施 下一則的娛樂消息就想說一下這個 其實大家記得之前我都說過 Mandy Liu她將她自己塵樓 即當初她和洗米華在香港的外巢 那個單位 抵抵押了給新豪博亞作為這個貸款擔保 新豪博亞前日就入品了高等法院 要求法庭下令Mandy Liu交出這個遵言的單位 確保新豪博亞可以取得所借出的抵押債務 說回這層樓 其實本身這層樓就由Mandy Liu一個人名去持有 很有理由相信其實這層樓都是 洗米華當初送給她的 她拿出來幫洗米華還債 其實都算是有情有義 畢竟層樓吃一億幾 說真的她大可以絕情不拿出來的 她一個人名拍什麼 不拿你咬我吃什麼 相信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這套戲 電影梅艷芳 由11月她上畫到現在都差不多兩個月 梅艷芳這三個字不但勾起了 所有人對妹姐的回憶和她那份愛的情懷 亦都感動了香港人 甚至世界各地的觀眾 令到妹姐的精神得意成全 她的影片防衡 安樂影片表示 為了答謝各界的支持 將在12月30日 就是妹姐的生日那天 寄神 sorry 是生技那天 包起全線超過130班的電車 全天請廣大市民免費乘坐 作為梅艷芳送給香港人的一份禮物 而在當日的下午 電影女主角黃丹妮 導演和電影公司老闆 都會現身 以這個12月30日情懷未變 依舊懷念 這個主題和這份心情 坐上一輛極具香港特色的電車 好,謝謝 給大家講一聲 也邀請大家 一起遊遊遊這電車可可 一齊懷念一代天后 在疫情之下 这部电影仍然可以创下多项第一纪录 包括年度中文电影开画票房 年度中文电影单日票房 年度中文电影总票房 近五年中文电影票房 还有连续超过一个月的票房 还有Google 2021年度热手电影等等 其实根据这个数据 粗略地计算 其实每九个香港人 已经有一个进场去看《梅艳芳》这部电影 现年超过60岁的张学友 自从两年前举行完这个世界传媒演唱会之后 就甚少在公众露面 之前更因为他放售浅水湾的豪宅 而避传他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而一向都生活很低调的张学友 就在这个线上的记者会上首次回应 他就说我有存钱的习惯 所以现在还可以的 他就透露最近就没工作 加上疫情的关系 很多都无法公演 不过趁着这个时候就会准备好自己 保持最佳的状态 到一有表演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去表演到 提到之前有传他经济有两度出现问题 他就回应 那些是网上不实的传闻 经济有问题是很大误解 我有存钱习惯 所以现在还OK 放心 没问题的 说回他这个经历了两年三个月的233场的巡回演唱会 最令人为所共知 或者大家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他一共拉了 就是在他演唱会期间 一共拉了80名的通緝犯 令到他就多了逃犯黑星这个称号 他就少少口地说 我记得 可以为社会做事其实都很开心 多谢这些逃犯来捧我牆 但也都不好意思 不过就算不是在我的演唱会 都会在其他地方被人拉的了 总之都是官方答法 没什么特别 在这节目的尾声 又来到每日一MIRROR的时间 MIRROR就说得及在这个昨天 就是12月22日 就推出今年的压续单曲叫做十二 为一众乐迷送上圣诞礼物 而十二这一字就象征着一年的十二个月 从一数到十二 期望所有听众们都可以在今年 达成目标和愿望 其实十二 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是他们十二子 就是十二个人的嘛 他们MIRROR都是 这个意思应该都有的 MV就在昨晚九点首播 十二子就齐集了在这个 黄竹坑的香港制工业学校 在校园内就开这个圣诞party 充满了龙后的节日气氛 不过姜涛就在检查这个圣诞树的时候 就发现最顶的星星不见了 于是急急找兄弟帮忙找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找一只星星 但是入夜之后仍然找不到 后来他们才见到在窗外面有一束光闪过 原来星星已经回到本来的位置 哇 礼堂也都落起雪来 落雪啊 可惜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客串担任他们老师的汤令山就现身 即是扮老师 似乎他们难逃被杂骂的命运 这个MV其实都挺有趣 又有少少故事性 又有这个圣诞气氛 相信一众镜粉门都不会错过了 咦 最新还有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关于MIRROR的人气王姜涛 他早前就被选为这个 300位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今天他又再获得这个 荷里活的权威媒体 Morality的杂志 选为国际突破之星 原因是因为姜涛和MIRROR重燃起 这个香港人热捧本地艺人的热潮 除了姜涛之外 获选的华瑞艺人 还有韩国的马东石 和凭剧集《魷魚游戏》 热爆全球的郑浩然 恭喜几位 那好了 今天的娱乐新闻就到这里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频道就被封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支持的 就按一下下面那个playlist 下面有个playlist 在我们应该留言区或者详情那里 有个playlist就可以进去 继续支持这个无限loop大法 抵制YouTube的打压 好了 最后当然结束了 按like 看公告 建设性留言 社交媒体分享 订阅Patreon频道 月费赞助 多谢大家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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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